男星成义 曾顺兮 肖顺瑶 女星陈都陵主演的古装剧《莲花露》近日迎来完结篇 讨论度爆棚 尤其难 女主角十年灭练最终分开各自祝福的感情戏 更是让观众相当惋惜 最近传出该剧女主角首要人选并非陈都陵 而是在古装神剧庆余年演红蛇蟹长公主李云瑞的李小冉 消息已出 网友纷纷庆幸最后没找李小冉演出 否则《莲花露》的梁小无猜恋恐变成母子恋 李小冉演技不俗 除了2019年播出的《青余年》 她与钟翰良去年主演的破镜重圆爱情剧《今生由你》也获得极高讨论度 今年在科幻剧《三体》也有参演 但47岁的她与33岁的成义相差14岁 实在不符合《莲花露》原作小说的梁小无猜初恋设定 反倒是陈都灵与成义的CP组合更贴近原著男女主角设定 网传《莲花露》制作方欢瑞世纪在该戏选角时 正好签下李小冉的经济约 欢瑞世纪未表对她的重视 因此找她与成义搭档演出《莲花露》 但消息一出让《莲花露》广大的忠实书迷骂翻 痛批两人更像是母子恋 而《非书》中所写的梁小无猜初恋 在反对声浪频出的状态下 制作方最后只能放弃妖言李小冉 另找形象更为符合的陈都灵来当女主角 陈都灵在《莲花露》将侠女乔婉的脆弱 与坚强双重特制全是到位 剧中可以看到她对诚意饰演男主角李湘怡的难以割舍 也可以见到她在与李湘怡说开后 原先想与守护她十年的四共门伙伴 肖子金黄又鸣饰演共度一生 却在发现对方三观与她完全不同后 独自走向自己的道路 坚强山影获得观众喜爱 不少网友赞成都灵将女主角的心路历程完整诠释 网友对于《莲花露》是《莲花露》 原本女主角首选讨论度相当高 幸好不是李小冉 李小冉演技很好 但跟诚意完全没有CP感 还是陈都灵适合 她与诚意更像两小无猜 《莲花露》差点完蛋 幸好制作方有被骂醒 虽然李小冉很会演 但整体来说陈都灵更适合《莲花露》 诚意 曾瞬息主演的武侠剧《莲花露》大结局了 对于这部剧的大结局 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 那就是一难评 原著中李莲花也是跳崖自尽 但被方多病等找到 虽然双目接近失明 手臂残废 有一些风傻 但好歹还活着 还有得救 剧版《莲莲花震断少师之后跳入江中》 写下了遗书 之后顺着小周入海失踪 不仅爽了东海之约 更是下落全无 而后面的方外中方多病和迪飞生等人 想尽办法去寻找《莲莲花》的下落 可惜没找到 后来方多病从一个乞丐那里找到了《莲莲花》的荷包 他说是从一个死人那里得到的 有人推测《莲莲花》在写好遗书之后就死了 而后面三个月之后方多病和迪飞生骑马赶到一个海边 看到了《莲莲花》 《莲莲花》并未扭头看他们 似乎是隔海相望 又似乎是开放式的结局 《莲莲花》可能死了 也可能活着 对于这个结局 个人的看法是《莲莲花》还活着 原因很简单 有两方面可以证实 第一番外的标题叫江湖再会 如果《莲莲花》死了 最后番外是方多病和迪飞生的错觉幻象 自然不会取这个名字 其二如果是《莲莲花》死了 以他自尽知死的情况 活不了多少天 等到三个月之后只怕早已是一副白骨了 番外却让他身上穿着一件球衣出现 显然他还是十分虚弱的样子 根本没必要如此 即便是幻象也可以让他穿着平时的衣服 而且按照原著中的描述 《莲莲花》也的确活着 所以完全有理由相信《莲莲花》还活着 尽管原著中没有解释 为何《莲莲花》身中必查之毒 怎么活下来的 但剧版却给出了很合理的解释 那么剧版《莲莲花》是如何 在自尽的情况之下活下来的呢 又是如何解除身上的必查之毒的呢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原因很简单 此前我们知道 其实《莲莲花》身上的必查之毒 是有法可解的 那就是让秦婆以命换命 将她体内的必查之毒引到自己体内 而当时的《莲莲花》拒绝了 她不愿意自己的师母为自己而死 秦婆让《莲莲花》下山一个月解决恩怨 可最后她又突然出现在了京城皇宫之内 并且证明了《莲莲花》真实身份 乃是真正的南映皇室后裔 她才是真正的宣妃和方济王之后 身份尊贵 但孤刀只是一个笑话 由此可见秦婆其实是有在暗中关注着《莲莲花》的 在关键时刻出手相助 她也清楚《莲莲花》不愿意让自己用命换她的命 但是师娘愿意啊 可只要《莲莲花》清醒 她就不可能有机会 所以她在《莲莲花》堵无法昏绝过去之后出手 用自己的命换了《莲莲花》的命 所以最终《莲莲花》活了下来 而师娘秦婆死了 当然可能她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可以活 毕竟《莲莲花》坚持了十年 她内力深厚 称一段时间还是可能的 至于为何《莲莲花》的钱包会出现在乞丐的手中 为何乞丐说自己是在子人身上找到的荷包 原因更简单 《莲莲花》的身份乃是南映和大西皇室唯一继承人 皇帝自然不可能允许她活着 所以《莲莲花》只能如此瞒天过海 让自己死了 如此才可以抵消皇帝的疑心 而她最后还是通知了自己的好友方多病和嫡妃生去找她 这或许就是为何最后他们能找到《莲莲花》的缘故吧 秦婆以命换命 救了《莲莲花》 令人泪目 若不是秦婆 最后单孤刀的阴谋破不了 《莲莲花》的必查之毒也解不了 只能说《莲莲花》最后能活着 多归了当初七木山找到她 让她败入尸门 这才有了这样的结局 《莲莲花》最后能活着 《莲莲花》最后能活着 《莲莲花》最后能活着